四边形为底边的圆圈和小于单元花 四边形的单元花以及T形的补角花片 我们将花片逐一连接完成后 加上钩边,整个毯子就完成了 首先我们先学习四边形单元花的编织方法 然后学习圆圈和小于单元花 以及在这两种端元花花片上增加八边形底边 接下来完成补角的部分以及连接的方法 最后来学习勾边 下面请看我演示四边形花片的编织方法 在正式编织之前,我们先来看两张图片 图中左边是花片的成品图片 右边是花样图解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花片由四圈完成 一共有三种颜色 图解里面也做了颜色排布的标记 四边形花片一共用到了三种不同颜色的排布方式 每一种用到的数量,包括后面其他花形的数量 在我们QQ空间中有提供给大家 这里我们以第一种花片的分布图进行说明 我们可以看到图解的下方有四个小方框 分别是1到4号 里面填充了对应圈数用到的颜色 也就是第一圈用浅蓝色 第二圈用白色 第三次两圈用深蓝色 和我们上面图解填充的颜色是相对应的 后面其他花形的颜色分布图 我们也按照这样的方法来理解 下面我们来学习四边形单元花的编织方法 首先我们来起针 这里用到的是环形起针法 右手拿起线头 线头在左手食指上绕两圈 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 捏住线圈重合的位置 拿出线圈 然后将线头在小拇指上绕一圈 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 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中指与拇指之间 右手拿起勾针 勾针在这两点之间活动 穿入线圈 针放在线的左侧 逆时针绕线 将线勾出 勾一针锁针固定 这就是起针后的效果 下面我们来勾第一圈 第一圈全部由长针完成 首先立三针锁针 一 二 三 这三针锁针作为起立针 相当于一针长针 然后在起针的线圈里面 勾长针 绕线 穿入线圈 将线勾出来 勾针上会有三个线圈 我们绕一次线 从前两个线圈穿出 这个时候勾针上还剩两个线圈 再绕一次线 从这两个线圈穿出 一针长针就完成了 再重复一次长针的勾法 绕线 穿入线圈 将线勾出来 绕线 从前两个线圈穿出 再绕一次线 从这两个线圈穿出 到这里 我们已经完成了三针长针 这一圈一共由十针长针组成 接下来我们再勾七针长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全部完成后 我们来收一下起针的线圈 先将针针上的线圈拉大 拿掉针针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两个线圈 首先 轻轻拉一下线头 会有一个线圈活动 我们拉紧 活动的线圈 之后还剩下一个线圈 我们直接拉紧线头 线圈就收好了 剪掉多余的部分 线圈是不会散的 接下来重新穿入钩针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活动的这一根线圈 一直是对着自己的 然后在起立针旁边的长针针目上引拔 针目也就是对应的长针 右上方的辫子 穿入针针 将线勾出 一次穿过针针上的线圈 引拔针就完成了 因为第二圈需要换线 我们这里再够一针锁针固定 到这里第一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勾第二圈 这一圈由长针的两针并一针和锁针完成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在左手上绕好线之后 拿起第一圈的花片 将线头顺到同一个方向 我们在第一圈长针之间的空隙处 找一个位置入针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空隙处和针目的区别 空隙处是长针和长针之间的大洞 而针目是长针右上方的辫子 为了方便收线头 入针位置一般选在 线头的右侧位置 无所谓具体是哪一针 穿入针针 将线勾出来 立三针锁针 一 二 三 然后在同一个位置 再勾一针长针 其实这里应该勾长针的两针并一针 但是因为这里的起始位置 勾的是起立针 我们这里再勾一针单独的长针来代替 完成后 我们勾两针锁针 一 二 接下来 我们在下一处的长针空隙处 勾长针的两针并一针 绕线 穿入对应的位置 将线勾出来 绕线 从前两个线圈穿出 再重复一次刚才的步骤 绕线 将线勾出来 从前两个线圈穿出 这个时候勾针上还剩三个线圈 我们绕一次线 一次穿过这三个线圈 长针的两针并一针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勾两针锁针 一 二 然后在下一处的长针空隙处 重复勾长针的两针并一针 勾的过程中 我们将线头收到背面 完成后 我们再勾两针锁针过度 这一圈的规律 就是在前一圈的长针空隙处 勾长针的两针并一针 每组长针之间 用两针锁针过度 按照这样的方法 我们将这一圈勾完 勾完最后两针锁针 我们在奇力针旁边的长针针目上引拔 一次穿过勾针上的线圈 第三圈同样需要换线 我们这里再勾一针锁针固定 断线 第二圈就完成了 下面我们来勾第三圈 这一圈由短针完成 我们在左手上绕好线之后 拿起之前完成的花片 将线头顺到同一个方向 我们首先在前一圈的锁针空隙处入针 另一针锁针 然后在同一个位置 勾四针短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接下来在下一处的锁针空隙处 再勾四针短针 一 二 三 四 这一圈的规律就是在前一圈的锁针空隙处 都勾四针短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 我们将这一圈勾完 还剩最后一组 一 二 三 四 勾完最后的四针短针 我们同样在起立针旁边的短针上印吧 第三圈就完成了 下面我们来勾第四圈 这一圈有锁针 短针 中长针 长针完成 因为第四圈的颜色和第三圈是一样的 我们直接接着第三圈开始勾 首先 第三针锁针 一 二 三 这三针作为起立针 相当于一针长针 然后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勾一针中长针 绕线 穿入 将线勾出来 这个时候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我们绕线 一次穿过这三个线圈 一针中长针就完成了 接下来 我们再勾一针中长针 这一圈全部是不加不减针的 也就是说 在前一圈的每个针目里面 都只勾一针 第二针中长针完成之后 我们再来勾四针短针 一 二 三 四 短针全部完成后 我们再接着勾对应的两针中长针 和一针长针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 以这中间的四针短针 作为中心的话 左右两边都是三针 分别是两针中长针 和一针长针 是对应着的 我们现在 接着往下勾 两针中长针 一针长针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四边形的一个边 一共是十针的组合 这一圈 一共有四组这样的组合 加起来 刚好是一个正方形 每组之间 用三针锁针过度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一组 所以接下来勾三针锁针过度 一 二 三 后面的编组 直接按照第一组的编组方法 重复就可以 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 将这一圈勾完 一针长针 一针长针 两针中长针 四针短针 一针长针 还剩最后几针 还剩最后几针 我们在起立针旁 我们在起立针旁边的长针上 引拔 再勾一针锁针固定线头 断线 我们将线头拨到背面 我们将线头拨到背面 剪掉多余的部分 四边形的单元花就完成了 下面我们开始进行主体部分的编织 也就是鱼和圆圈单元花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一张对比图片 这两种花形都是由六圈编织完成 前五圈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的不同就在第六圈 所以接下来我们先学习前五圈的编织 第六圈再分别进行说明 这里用的起针方法和四边形的花片一样 都是环形起针 前两圈的编织也相同 只不过是在起针的针数 以及第二圈间隔的锁针数不同 我们起完针之后 开始下面的编织 现在我们来勾第一圈 这一圈全部由长针完成 首先立三针锁针 一 二 三 这三针作为起立针 接下来再重复勾十二针长针就可以了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完成了后面的这十二针 我们按照前面的方法来收一下起针的线圈 断线 接下来我们重新在左手上绕好线 钩针 钩针 重新穿回到刚刚放开的线圈 我们在起立针旁边的长针上 钩一针引拔针 第一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勾第二圈 这一圈由长针的两针并一针和锁针完成 入针位置全部是在第一圈长针之间的空隙里面 首先我们立三针锁针 一 二 三 然后挑起长针间的空隙 勾一针长针 完成后我们勾一针锁针 然后在下一个长针间的空隙里面勾长针的两针并一针 绕线穿入长针之间的空隙 将线勾出来 同样的我们绕一次线 从前两个线圈穿出 然后再绕线穿入同一个位置 将线勾出来 重复刚才的动作 这个时候勾针上还剩三个线圈 我们再绕一次线 一次穿过这三个线圈 长针的两针并一针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勾一针锁针 这一圈的规律是 一针长针的两针并一针 一针锁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 我们将这一圈勾完 最后一组 勾完最后一针锁针 我们在奇力针旁边的长针上引拔 第二圈就完成了 下面我们来勾第三圈 这一圈由锁针 短针和引拔针完成 这一圈开始之前 需要往左移动一下 勾一针引拔针 接下来立一针锁针 这一针作为起力针 然后再勾三针短针 一 二 三 短针完成之后 我们再勾一针锁针 锁针完成后 在下一处的锁针位置 勾三针短针 一 二 三 一针锁针 这一圈的规律就是 三针短针 一针锁针 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 将这一圈勾完 一 二 三 还剩最后一组 勾完最后的一针锁针 我们在起力针旁边的短针上引拔 因为下一圈需要换线 我们这里再勾一针锁针 固定线 组组组立 然后ouvy 张组 主持人 第三圈就完成了 刀子 下面我们来勾第四圈 这一圈由锁针和引拔针完成 首先,拿出我们需要的线,在前一圈的锁针位置穿入,将线头顺到同一个方向, 勾三针锁针,一,二,三,然后在下一处的锁针位置,勾一针引拔针, 勾的过程中,将线头收到背面,完成后,再勾三针锁针,一,二,三, 接下来,在下一处的锁针位置,勾引拔针。 这一圈同样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三针锁针,一针引拔针。 引拔针的位置都是在前一圈的锁针里面勾的,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们将这一圈勾完。 钱也是一终点点不过有所谓的舞台的人,按照这样的有机会来«有关ジャ信 max 那一圈精力相处的病院出于房间,再说,mo主划比ении会给人工 2006 最后一刻 最後一針引拔針,我們勾在起始位置的第一針鎖針上 我們挑起第一針鎖針的外側半針 引拔完成 第四圈就完成了 下面我們來勾第五圈 這一圈全部由長針完成 我們在前一圈形成的鎖針動眼裡面 勾長針,同樣需要往左移動一下起始位置 勾一針引拔針 接下來立三針鎖針 一二三 還有一圈形成的鎖針